然後我會去跟他們說叫他每天固定幫你送咖啡來 可是不曉得他什麼時候開桌子了 那我就叫他中午的時候走過來 加油 最趕最沒趕的 但是OK啦 我可以去 可是打考試要經過教題 或者是那個他們不符合程序就是了 沒有在管法律 都是學校老師啦 沒有那麼容易去就這件事情打為了考試 因為那個法律上這個沒有 因為沒有罪啊 沒有一個稅事 我學習院也都很難看 然後他們有一些學習單 上面那個學習單上面 我有寫說 你有沒有要對住在老樹上的人的話要說 他們都有寫 然後那個單子我有給招來 對 那如果你有空的 如果他們等一下的話可以傳上去給你看 然後你也可以 反正也無聊 嘿嘿嘿 你可以打打 你也可以給你自己打打氣 反正在上面也蠻無聊的 看看我的那些可愛的學生們 給你的一些回客 注意 對啊對啊 女生比較成熟啦 比較 對 而且他們比較會表達 男生嘴巴都比較笨 那男生的話 除非他的個性 比較會說 那其他幾乎都是 比較不會講話的 然後他們也不知道 你可能在他們寫或者是畫畫OK 你們講話他們就會變得 平常的時候 自己下哈拉的時候 講話一堆 一上台齁 一上台以後都洗子如機 半個字都講不出來 對 對對對 是啊是啊 而且現在的小孩子其實 女生都比較會表達自己的 比較敢說話啦 跟我們以前也不一樣 像小孩子很敢講話的 而且很敢嗆老師的 所以我們都很支持你 感謝你為我們學校的付出 你是我們學校的校友嗎 是啊 我都說 我也是被黃淑梅老師感動的 那個他們測了 不然的話我怎麼 不然我大概有 我大概有一個 一百個膽我也不敢做這種事情 我的飯碗還在裡面 是啊 是啊 對啊 對啊 但是我覺得 這不是我在校友老師 應該要有一個 女生作者的 很難 因為做老師們的個性就是很慢 但是你加油 謝謝你為我們的付出 我很感動 我被你感動了 被黃淑梅老師感動 啊等一下 我看看有機會的話 就把那個學習單傳上去給你看 我看在不在 不用不用不用 不用不用 你看一看就好了 看看 感動一下就好了 不要 不要流太多的眼淚哦 好 好 那未來 不好意思 我側錄到你跟譚江的講話 是 那我很好奇 老師啊 你們說被黃淑梅老師感動是什麼 是什麼 是什麼事啊 黃淑梅老師啊 你特別說一下 被你感動是什麼 怎麼回事 我不知道他怎麼被我們感動 因為淑梅老師他其實我們兩個都是教學國中的文化老師 然後他不只在教學上面是我的典範 不要這樣講 那以前在學校的時候 他就會為了很多 多學校的事情 在幫我們這些年輕的老師們 創造一個很好的教書的環境 那主要其實都是為了學生啊 那以前我年輕的時候都覺得說 都覺得很好奇 黃老師他們為什麼都可以這麼有邏輯性的思考模式 然後這麼有 有膽量 那 那 那淑梅老師就告訴我一句話 說 你 你時候到了 年紀到了就知道了 哦 那我現在覺得這個好像是我年紀到了的時候 那 那 那他真的很感動 那他真的很感動我 他就是我 他的身教跟嚴教都是我的一個很好的在校現職老師的一個很好的典範 那也是一個學生很好的典範 所以他真的 所以我剛剛問漢江說 你是不是江翠校友 他就不是 天啊 他不是一個江翠校友的人為江翠社出這麼多 那我一個 我一個這樣子的 我在這邊生活二十年的老師 我做了什麼我什麼都沒做 所以我很受他們的感動 真的 那黃老師 咖啡請你講一下 你為什麼會這樣投入 沒有 主要是想說 退休了 大家都當志工嘛 那我想說 剛好有這個機緣啊 得知這個消息 那我想說 就為三千個學生也為這個居民啊 做一點事情啊 好像執行 以前站在講台上跟學生講的 哦 繁寶啊 要愛住啊 要怎樣啊 然後就做他們的身教 就算我知道其實剛開始出來 我也是覺得說 這個不會成功 但是我一定要做 因為我想說 就是做給學生看 做給居民看 因為我發現到江翠地區的這種環保概念 實在是太貧瘠 所以我是覺得說 有人出來這樣帶頭做的話 就 我想居民的程度 大家會去慢慢 關心這個保護樹的這個區塊 我覺得是以身作則啦 對 我覺得重要 我跟淑美老師都覺得以身作則 雖然 我們身為教育人員 好 我們有我們的 我們有我們在教書的時候的一些法規跟壓力 我們必須要承受 好 那但是以身作則 我覺得 我也想做給學生看 告訴他們說 其實當你在愛護這個地球 或愛護這個學校 愛護你的家園的時候 你還是應該要勇敢的說出 你心裡的感覺 而不要把它放在心裡 那我覺得是 先做該做的事 我一直跟學生說 先做該做的事 再做想做的事 那現在這件事情是我覺得我該做的事 我想做的事情可多呢 我想去看電影 然後我想去那邊SPA 我想去美容 我想去看紅髮 很多啦 可是我今天還是決定 我想 在說我想做的事情之前 我今天先來到這裡做我該做的事 我還是要給我最敬愛的那個淑美老師 我的支援 然後帶給他一些 我可以支援他 默默支援他的事情 謝謝 好的 謝謝 謝謝兩位老師